大家好 刚刚我在这里准备摘菜的时候 听刚才的老乡说 路过前面那个 鱼塘旁边哈 就是我身旁这条鱼塘 特别的大 他们说 在那里发现一条 四条腿的小动物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现在很多村民都在那里围干 我们现在也赶紧拍起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种四条腿的动物 你们有没有见过 走 我们过去看一下哈 老乡正在用那个 粪桑准备把它捞起来 看看 还有人拍照哈 哇 捞到了 别跑了哈 我们现在弄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在这个 房子脚下啊 之前的时候 发现有30多只 都出来晒太阳 然后今天他们却发现一只 掉下去了 就是从这个位置掉下去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说的这种叫 鸽木蛇 也叫四脚蛇吧 看着呢有点像那种鳄鱼啊 看到没有 哇塞很听话呀 不知道他会不会咬人呢 好像这种也叫意思来的 沾门吃害虫的哈 里面有没有看清楚 他好像他的前脚这个位置 断了一条啊 最后两只脚呢 那个爪子都没有了 应该是掉在这个仪潭里面 是被什么东西咬断了吧 看着好可怜呢 他的嘴巴是三角形的哈 看着也是挺可爱的 看到没有 他的肚子 这种黄黄的颜色 斑斑点点 加上 头部那里还有两条腿 但是 断了一条腿呀 看到没有 只有三条腿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头部 他的头部呢 是不是有点像那种 西蚂蚁的那种叫 嘻嘻哈 这个叫什么来的 看着又像死 又像那个鳄鱼啊 又有点像那种 壁腹 他的身上 肚子下面 有这种斑斑点点的红色哈 看一下 特别奇葩的一种小动物啊 有没有可能是什么 保护动物来的 最乞丐的 他三条腿哈 难怪在这个 鱼塘里面 一直也爬不上来 老乡他们说 那个房子脚下哈 藏着有一窝 大概有三四十只 这只可能出来晒太阳 不小心掉在水塘里面去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保护动物 但是我们今天有幸意见到 把他捞起来了 我们就放到这个 后山那个位置 让他慢慢的生存 回去了